哈喽大家好,我是潮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肉末茄子的家常做法 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肉末茄子 鲜香美味,特别下酒又下饭 主要是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 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的制作方法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两根新鲜的茄子 然后把茄子的头部切掉和尾部切掉一点不要了 再改刀把它切成7公分的长段 切好以后再对半切开 然后再切成长方形 茄子大家都喜欢吃 但好多人都做不好 正好我今天有时间给大家分享一道肉末茄子 把所有的茄子切成我们手中这样的大小就OK了 茄子全部切好以后把它做入网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加入两勺食饮盐 把茄子给它腌制一下 盐放进来以后我们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让每一条茄子都能裹上一层薄薄的适应盐 所以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主要是把茄子的水分给它腌出来 所以我们这里要多抓拌一会儿 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些瘦肉 把它切成薄片 片切好以后再改刀剁成肉末 肉末我们要多细一点才特别的好吃 所以我们尽量给它剁一下 肉末全部剁好以后 刀入网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些大蒜 给它切成蒜片 蒜片我们要多切一点 蒜香味更加的浓郁 最好是我们要把它剁成蒜末 蒜末全部剁好以后 刀入网中备用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给它切成薄片 然后给它切成姜末就可以了 姜末全部切好以后 和酸末放在一起 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辣椒粑切掉 再改刀把它切成小圈 全部切好以后 和酸末放在一起 准备一把小葱 把葱叶和葱白分开切 把葱白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 也装入网中备用 接下来调个料汁 一勺适应盐 一小勺鸡精 少量的胡椒粉 再加入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酱油 少量的玉米淀粉 倒满一小碗清水 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 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 搅拌均匀 我们先放一旁 准备两个青椒 把辣椒粑切掉不要 然后硬刀将它破开 最好是把里面的辣椒籽 将它取出来 然后再改刀 把它切成零星块 青椒切好以后 倒入网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茄子 淹好了 倒入清水 我们要把茄子给它清洗一下 如果不清洗的话 里面的茄子就会太咸 这样会影响口感 所以倒入清水 把茄子彻底给它清洗一下 看一下我们腌出来的茄子 也非常的脆 茄子清洗以后 我们把它混水捞出来 放到另外一个大碗里面 再倒入清水 再次给它清洗一下 主要是我们腌过的茄子 最少要清洗个两三遍 把茄子蒸的盐水 全部给它清洗干净 就差不多了 茄子清洗干净以后 混水拿出来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纱布 放到大碗里面 把茄子放到纱布上面 茄子全部放进来以后 我们把纱布给它包起来 主要是挤干茄子里面的水分 这样炒出来的茄子 就不会太吸油 吃起来也不会太油腻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挤出好多的水分来了 挤干净以后 把茄子放到大一点的碗中 看一下我们的茄子 已经非常的脆了 挤干水分过后 的茄子炒出来 也非常的好吃 接着往茄子里面 打入一个鸡蛋 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让所有的茄子 都能裹上薄薄的一层鸡蛋液 这一步也是 方便不外全的小技巧 这样炒茄子的时候 它就不会太吸油了 而且有鸡蛋液 炒出来也非常的鲜嫩 抓拌均匀以后 起锅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热之后 把茄子放到油锅里面 给它煎制一下 我们要把茄子和鸡蛋 融合在一起 这才是炒茄子 最好吃的做法 好多人都没有这样吃过 更是没有这样做过 我们把茄子 慢慢的给它煎制一下 让鸡蛋液和茄子 融合在一起就差不多了 然后将它盛出来 倒入碗中备用 接着再起锅 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然后把肉末放到锅中 给它翻炒一下 把肉末炒熟炒香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您发费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呗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然后把姜蒜末小米辣 全部放入锅中 开大火 快速的将它翻炒一下 炒出蒜香味 炒香以后再把青椒也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 快速的将它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以后 再把茄子加进来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 这里我们要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一下 让所有的肉末和茄子融合在一起 这才是肉末茄子最好吃的做法 炒出来也非常的鲜嫩 快速的翻炒均匀 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然后把它装入盘中 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鲜嫩好吃又入味的肉末茄子 就这样做好了 硬来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主要是这个肉末茄子做法非常的简单 就算是你没有下过厨房的小白 都能轻松的掌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by bwd6